今天有一个人到我今日头条留言 说我60岁了 我怎么从来没在电视上看你主持节目呢 你还自称你是战地记者 不好意思 电视台他们 我不是主流 我是不是战地记者 我不说 我挺烦这词的 我这有符字叫重返巴格达 这个呢是杨夫昌写的 谁是杨夫昌呢 这是2000年8月杨夫昌写的 杨夫昌是谁呢 杨夫昌是中国外交部主管中东问题的副部长 就是中国懂中东的老大 刚才一弄那个弄出土 你看这土 这不算啊 这都不算 唐家璇听说过吗 唐家璇 唐家璇给我写的字 立访中东风云人物的新闻战士 唐世增 那时候这99年9月15 战士 我不愿意说什么战地啊 战士 说你都战什么了 没有 我就跟那些战士喝喝酒 喝喝影 啊 比如跟 啊 啊 这叫拉宾 拉宾是以色列的总理 以色列的总长 这是共和国卫队的司令 啊 这不好意思 这都恐怖分子 现在都被镇压了 这是卡扎菲 啊 这个也是恐怖之鼻 阿拉萨特 啊 这就不说这些了 我是一个到处走的人 嗯 呃 最后一次到处走 是从北京开车到罗马 穿过什么什么那些地儿就不 这两天呢 是有劳动节 我就想起我在这之前 我是为什么不去中东了 是我工作那单位 我们那单位叫公社啊 我们那社长说 汤老鸭你跟我起事 你再也不去中东了 为什么 我跟中东的那些人 关系推铁 竟是我哥们 称兄道弟 说你呀 跟阿拉法特 跟卡扎菲 关系都不错 组织上也知道 我收帖 这记者 没有能达到你那地步的 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跟他们关系太铁 太近 容易惹事 啊 周总理 就是周恩来说呀 外交无小事 啊 你不能出去这么瞎惹事 去啊 我说到现在也没惹事啊 敌对双方 不管是伊拉克 还是以色列 啊 呃 那些交战双方 不管是拉宾 还是阿拉法特 不管是 他说你别说了 你就给我发誓 你再也不去中东了 然后我就跟他发誓 在他办公室啊 啊 我记得是四层还是五层啊 新湖花社的新湾大厦 我说我跟市长 社长发誓 我再也不去中东了 然后我接着又快说了一句 我去南亚 嗯 他说你可发了誓了啊 你给我发誓 我就向中央保障 你再也不去中东了 我说我真不去了 嗯 这时候有两个公司 给我吉普车 一个是雪佛兰 通用雪佛兰呢 通用雪佛兰 给了我一辆开拓者 还有一个就是克莱斯勒 美国那个 给了我辆V8 4.7 就是4700毫升的大切诺基 我就去印度了 嗯 这是当年我去印度的路上 嗯 我是从洪旗拉普出去的 洪旗拉普有中国空军 最高的一个基地 是一个雷达观测站 周恩来时代建立的 因为那时候周恩来坐飞机 去访问巴基斯坦印度 嗯 这是巴基斯坦的边界 这是我 嗯 我一下一入巴基斯坦境 巴基斯坦就派了一个人 塔列班啊 在我床 在我车上 坐在我副驾这 持枪保卫我 我后边还有巴基斯坦的官军 嗯 他们用的 我们叫五六冲 国际城叫AK AK47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东方明珠 这是暂住我冲胶卷的 把这都盖上呢 我这里边有字 字上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周总理时候特时髦的一句话 叫Hindu Chile 白白白 就是印度和中国是铁哥们 嗯 这是2003年的事 嗯 啊 我这哈达是西藏的哈达 嗯 这是我路过克什米尔 啊 交战双方 都拿我当朋友 都拿我当朋友 这是我那辆车 北京牌的车 说北京牌车能开到这吗 只要你微笑 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嗯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所以我在天下全是朋友 不仅中东 啊 南亚也是 你看看 这些都是游击队的营地 嗯 我车走没有路可走的路 这个地儿你看看 啊 是三个山交界 三条河交界 嗯 印度河 恒河 三个山 说山吧 河好 中国人不熟悉 三个山就是什么 喜马拉雅山 卡拉昆仑山 兴都库什山 兴都库山 这个山节 就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 就是古希腊那个说 我想知道山那边 我活着这一辈子 就想知道山那边 我这保险杠是ARB的 我的这个Winch脚盘呢 是沃恩的 我这车上所有的东西 相机是佳能的 电脑是IBM的 胶卷是柯达的 所有东西 全是世界各国赞助我的 你看我跟这塔列班 这是我穿过三山三河交界之地 这都是阿富汗 现在好多人都不好说他们的背景了 我就是这么在世界上走的 是吧 巴基斯坦拿我当朋友 印度同样拿我当朋友 Hindu Chili 白白 昔日战地鸡者 今朝和平行者 我足不良于行 还是开吉普 现在连吉普都开不动 我准备找一漂亮女秘书 替我开吉普 白天她开吉普 晚上我开她 从北京开到太极陵 太极陵一个充满爱的建筑 我爱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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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